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是秋天 气温越来越低 秋天对于兰花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白天日照的时间越来越短 同时气温正在逐渐降低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平时之前护理兰花的方法 同时秋天也是刺激兰花 孕育花芽一个重要的时期 我们把握好这段时间 后面冬天春天的时候才能欣赏到美丽的兰花 所以说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天我们在家里对兰花到底做了些什么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期的视频 麻烦大家点赞留言以及分享给更多的花友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可以考虑订阅一下 后面我们会有更多精彩免费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首先大概来说一下 针对所有大部分兰花来说 这个时间我们不要做哪些 那么第一点就是不要换盆 不要分株 除非情非得已 因为这时候气温降低 兰花它逐渐就入一个休眠期 它的生长会有所缓慢 这时候不要换盆 如果您换盆的话 后面控制好可能会导致烂根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等 后面花开完之后 卸了之后 春天的时候再给它换盆 因为它开花结束之后 它在春天的时候会进入一个生长旺盛的时机 你就会明显的发现它会长一些新的雅点 那么那时候呢 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激活的一个状态 那时候换盆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呢 它是慢慢的开始休息了 这时候你不要换盆 不要分株 除非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您发现你的兰花 它的叶子变黄变枯 然后有些比如说假灵病啊 烂了 那您这时候怀疑 它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烂根了 那你要碰到那种烂根的情况呢 您一定得换盆 这个呢 是根据兰花各自的情况而言的 一般情况下健康的兰花 现在呢 不要换盆 如果您发现你的兰花长得很健康 但是您发现呢 它那个根已经长满了花盆 就是花盆都快要挤爆了 这时候呢 您可以把它整个的根和戒指都挪出来 那这时候超速的时候 您要小心 不要伤到它的根 整个一体的弄出来之后呢 把它放在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盆子里面 然后在它周围塞一些戒指 换个稍微大一点的盆了 然后等来连春天的时候 花开卸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给它换盆分株 第二点就是不要使用含氮元素较多的肥料 因为含氮量较多的肥料会促进兰花长新叶 长新芽 不利于兰花开花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做哪些呢 我们可以定期施肥 但是需要用含氮元素 甲元素较多的肥 这样有利于兰花开花 秋天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正常施肥 后续慢慢减少肥料的用量 到冬天不施肥也行 其次温度降低 日照时间缩短 这时候我们需要减少浇水的频率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当地的气候 来判断浇水的频率 现在气候变冷 光照变弱 我们需要给予兰花更多的光照 喜欢光照的兰花 包括卡特兰 石虎兰 万代兰 香蕉兰 可以放在靠兰的窗户边 给予充足的光照 我们可以根据兰花叶子的颜色 来判断光照是否合适 叶子变黄变黑 可能是光照太强 叶子为深绿色 表明光照不足 叶子为浅绿色 或者黄绿色 光照合适 下面我们来具体聊一聊 各种兰花的护理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春石虎 大花卉兰 以及贝母兰 春石虎是春天开花的石虎兰 它与秋石虎 也就是秋天开花的石虎兰 完全不一样 春石虎是中上部枝干上直接长出花芽开花 而秋石虎只有枝干的顶端长出一树花 春石虎能够忍受较低的温度 跟这些石虎兰一样 包括澳洲石虎 英文名叫做Dendrobium kinellum 美花石虎 英文名叫做Dendrobium lodigisi 巨石虎 英文名叫做Dendrobium lindeli 这些石虎兰需要秋天低温的刺激才会开花 我们可以将这些石虎兰放在室外45到50天左右 温度控制在5到10摄氏度 如果温度低于5摄氏度 时间较短 同时没有霜冻 也没有问题 这段时间因为温度较低 要少浇水 如果结枝太干 发现甲铃剑开始皱缩 我们可以白天的时候 像兰花的叶片 以及根部的表面喷一些水 不要浇太多水 不要浇透 这段时间不要施肥 给予充足的光照 我们放在外面 给予全日照 如果夜晚温度太低 我们可以搬进车库 避免冻伤 白天的时候 再搬出来晒太阳 大花灰兰 可以按照同样的管理方法 当您发现花芽之后 等它长大 开花之后 再搬进室内欣赏 如果花芽花苞还没有发育 完全搬进室内 由于气温的变化 可能会导致消苞 也就是花朵还没有来得及开 就已经捏了 关于贝姆兰 英文名叫做 这个兰花可以按照同样的管理方法 但是没有必要全日照 这种兰花喜欢阴凉的环境 可以适当遮遮阴 这些兰花呢 已经在外面一段时间了 有些已经有花芽了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贝姆兰 有两个花芽 这个呢 有一个 澳洲石湖 也有一些花芽 其他兰花 包括文心兰 秋石湖 也就是秋天开花的石湖兰 塔特兰 万代兰 兜兰 香蕉兰 海兰 钻绘兰等等 我们可以搬进室内 放置在阳台上 这些兰花能够承受的低温 在10摄氏度左右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 居住地区的气候 自己判断是否需要将兰花搬进室内 如果夜晚的最低温度 低于10摄氏度 最好搬进室内 如果高于10摄氏度 放在室外 没有问题 这里强调一下秋石湖 秋石湖的温度最好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稍微低一些 短时间没有问题 以防万一的话 温度最好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 我们除了要保证室内的最低温度高于10 或者15摄氏度之外 为了促进兰花开花 我们还需要保证 白天和夜晚的温差在5到10摄氏度左右 也就是白天的温度 要比夜晚的温度高5到10摄氏度 因此我们在阳台上放了一个加热器 白天的时候可以加热 夜晚加热器是关闭的 这样可以维持一个较好的温差 有利于兰花开花 这时候虽然搬进室内 但是跟夏天的气温相比还是稍微低一些 因此我们需要减少浇水的频率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使用含零元素 甲元素较多的肥料 促进兰花开花 需要较多光照的兰花 比如卡特兰香蕉兰等 我们放在靠兰的窗户边 给予充足的光照 文心兰 万代兰 蜘蛛兰等喜欢中等强度的光照 我们放在阳台的中间 其他的兜兰 恶半兰等喜欢阴凉环境的 我们放在阳台的后面 因为兰花太多了 所以我们按照各种兰花 对光照的需求 把它们放在不同的位置 喜欢光照的 放在窗户边 中等的放在中间 喜欢阴凉环境的 放在最后面 在阳台上 我们有一个加湿器 24小时工作 阳台的湿度维持在60%左右 同时我们还有巅风扇 来增加空气的流动 如果湿度高 空气流动差 则会导致细菌感染 兰花就是喜欢湿度高 空气流动好的环境 那么对于这些兰花 只要我们保证 昼夜的温差 足够的光照 使用促进开花的 灵甲肥 以及兰花本身 已经长大了 成熟了 满足这些条件之后 这些品种兰花 就会开花 下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家里正在开的兰花 以及长出花苞的兰花 这边这个是魔鬼文心兰 它花的形状 像是蝴蝶的形状 比较的奇特 这种兰花呢 它每次一般情况下 开一朵花 然后这朵卸了之后呢 它这个花枝 会接着往下开 再开另一朵 它每一朵花之间间隔 大概是几个月 然后它这个花枝 能一直开 开好几年 所以说如果您有种这个魔鬼文心兰的话 您这个花枝不要剪掉 你就让它一直开 能开好长时间 这个呢是剑叶文心兰 它这个花前段时间就已经开过 它这个上面 前段时间开过 开过已经凋谢了 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 它下面又长了两个花苞 然后现在再开呢 这个剑叶文心兰 它的叶子就是比较的狭长 像三角形的形状 旁边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心兰 我不知道是属于什么品种了 到时候等花开了就知道 是什么颜色的花 它这边已经长了一个花枝了 这花枝长了有一段时间了 马上要开 然后我们接着往这边来看 这个是个万代兰 已经有花苞了 这万代兰去年的时候开过一次 就是开那种特别鲜艳的紫色 特别的好看 然后今年马上又要开花了 再往这一边 这个也是一种文心兰 它开的花是那种特别大的黄色的花 好像是纯黄色的花 这个应该是一个杂交的一个品种 你看这儿有个花枝 过一段时间也要开了 然后那边这个有个香水米里文心兰 它这个前段时间刚开过 有个花枝刚开过 然后已经枯了 这边呢又冒出一个小的花枝 然后过几点也得开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兰花的一个杂交的品种 这个兰花长得挺好的 我一直盼着它开花 它开的花也非常的好看 然后前两天呢 我就发现它有个花枝长出来了 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边 两个叶子的中间部分 一个花枝长出来了 这边这个兰花 应该是属于卡特兰的一个杂交的一个品种 中间有个花枝也快长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往这一边 这个呢比较大 它是香蕉兰 它的花枝呢也是非常的高大 这个中间的这个是个花枝 你可以看一下 已经长那么高了 它还会接着再往上涨 这花枝的高度可能得有一个人的高度 开的花呢也是特别的好看 然后我再往这一边 这个就是固定在这个树皮上面 长的是一个 也是一个卡特兰 往南下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卡特兰呢 它是长在这个树皮上面的 它这个后面还有根 这个花枝已经长出来了 这个兰花其实很好长的 因为前段时间夏天的时候 已经开过一次了 然后现在这两天长了一个新的芽 新的芽马上又要开花了 这个兰花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有一个卡特兰正在开花呢 这个卡特兰其实夏天的时候 跟刚刚那个一样也开过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也是长在树皮上面的 那么这一边呢 它那个花前段时间开过 已经凋谢了 这边呢有两个新的花正在开 这卡特兰特别的香 特别的好闻 管理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 因为它是长在树皮上面的 每天浇浇水 喷喷水就行了 这个兰花呢 我忘了叫什么品种了 到时候我把英文名打在屏幕上面 它这个马上要开花了 它这个花质还是挺长的 它这个开的花呢 比较的有特色 有细长的花瓣 等它开了之后 到时候拍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边有两颗文鲜兰 小的呢 已经开了有一两个月了吧 然后那个大的 我记得好像从夏天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开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小的吧 它这个花的颜色挺好看的 是这种紫色的 有点像那种灯芯绒的感觉 比较喜欢这种颜色 旁边这个文鲜兰呢 叫做Heaven Sand 开的花特别的香 今年开了很多 开了有四个花枝 那么这个花枝呢 就前段时间开了 夏天的时候开始开了 这应该开了快结束了 到时候得把它剪掉 那么另外一个花枝呢 正在开 还有另外两个 这两个比较大 这两花枝也已经开了 一段时间了 这个兰花就是特别的香 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蝴蝶兰 开这种蓝色的花 它呢也是一直的开 这个花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上面还有一个花枝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期的视频 麻烦点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更多的花友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可以考虑订阅一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